一端氣候席捲了全球 北極圈竟然是飆出了38度的高溫 創下了有史以來的紀錄 而這個熱浪還席捲了阿拉斯加 也造成了俄羅斯還有美國的森林大火 另外我們說台北也是很熱的 因為6月份竟然是有連續9天 都飆破了37度 這是124年來的紀錄了 而除此之外 大陸的氣候也非常的反常 因為北京端午節下起了冰雹 新疆竟然出現了6月雪 而在貴州的秀水 怎麼連續十幾天 山區都有一個奇怪的聲音 專家竟然查不出這個聲音 從哪裡來 另外聚焦的還有長江下游 這個暴雨持續超過了千萬人受災了 不過大陸第二條龍脈黃河 竟然也開始淹水 狀況令人擔憂 非但如此 大陸武漢肺炎的疫情還沒有解除 怎麼現在竟然又傳出了 會傳染給人的這個新型豬流感呢 而且印度的蝗災 現在已經蔓延到了這個尼泊爾 差一步就要進入到中國大陸的境內 今年的氣候非常的極端 據說庚子年的春牛途已經早有預言 但是專家說 你看到這些災難都不算是大災難 因為更嚴重的災難竟然還在後頭 而還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講到了木乃伊 大家想到的是埃及 不過台灣也有木乃伊 現在正在進場維修 但是為什麼木乃伊出國得要辦護照 今天都會來告訴你 還有大家在討論的是三倍券 這個三倍券得要有防偽功能 為什麼鈔票都要有防偽功能 要從清末首富勝宣懷 他就造了這個紙鈔 竟然是被衛鈔集團給仿冒了 但是衛鈔集團竟然無罪釋放 到底怎麼一回事 待會都會一一的來告訴你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文史工作者劉燦榮 新童豪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秘瑞老師林正義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江中博 新童文博大家好 剛剛講了一大堆說 大陸的天災連連 除了疫情再度爆發之外 長江流域的洪水 已經造成了多處的淹水 但偏偏禍不擔心 因為蝗災竟然也來了 印度的蝗災現在臨門一角 就要進入了大陸的區域 剛提到了水患蝗災 接下來就是缺糧了 聽起來沒有一個好消息 但是科學家說 你不要以為只有這樣 因為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面 對 新童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專家 他們認為真正會比疫情 或者是我們說的這個洪水 來得更可怕的 是庚子世紀大災難 中央大學的副教授 吳作人他曾經講過 就是位於台灣西南方的 馬尼拉海溝 這個馬尼拉海溝 它的地震周期 如果要達到地震規模9的話 是700年 地震規模8.5是250年 地震規模8是100年 是 那現在都沒有發生 已經達400年的話 那如果下一次發生 地震規模會是多少呢 那這地震規模會是多少之餘 又會引發多大的海嘯呢 好 89公尺快10公尺的巨大海嘯 多久會席捲台灣 15分鐘內 這是根據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他們所做的電腦模擬 是 那鋪向了台灣的南岸之後 緊接著就會抵達大陸的 所以兩岸都會受影響 但是在我們過去的文獻裡頭 有沒有記錄過海嘯的發生 有耶 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陸學術文章 記錄者說 南澳宋城這樣的一個 古文明的遺址呢 他們研究證實 就是被海嘯重創所毀滅的 那台灣這裡呢 根據俄文地震年間曾經記錄 在1782年5月22號當天 台灣的南部 其實指的就是台南 台南啊 台南那一帶 發生了海嘯歷經8小時 你知道鋪天蓋地而來很可怕 因為全島有120公里長的這個長度 都被淹沒 因為地震引發寒嚇 結果三大都市 二十多個村莊全毀 當時造成四萬多居民的喪生 這要發生在乾隆年間 是 結果就發現你最近 新聞不是有報導嗎 雲南 浙江 廣東 都出現了漁塵 為什麼這時候會有漁塵呢 好 再來 我們台東呢 捕到了五尾地震雨 這些都是一些徵兆嗎 我們當然都不希望 可是我們也必須要防患於未然 是 好 那庚子世紀大災難 我們防患於未然 可是呢 最近我們又發現了 古人竟然又神預言了 現在的極端氣候 我們先來看我們最常 所看的農民曆背後的春牛圖 春牛圖這裡頭 我們常看到這一位叫芒神 芒神就是木童 芒神就是掌管全天下 草木生長生命的一個神 那根據芒神他的穿著打扮 是可以讓我們很清楚 從春牛圖裡面知道 現在對於雨量 對於氣候的 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來 先看帽子 他有戴草帽嗎 沒有 好 來 沒有嘛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很熱 好熱燙啊 暖流一下 帽子趕快脫掉 來看鞋 鞋子 有沒有穿 新的帽看有沒有穿 有啊 兩隻腳都穿著草鞋 兩隻腳都穿對不對 雙腳都穿草鞋 乾旱 來 觀眾朋友 熱又乾旱 邏輯很通嘛 又熱又乾旱嘛對不對 這裡還有一個日喔 日鎮當中啊 日鎮爺爺爺 這牛啊 氣喘吁吁啊 是 可是我們現在來看他裡面 內容的形容 庚子年來 雨水紅 剛不是說熱又乾旱 又熱又乾嗎 什麼雨水紅 流浪四季野相通 到處漫流啊 是不是 那不是有點圖文不符嗎 整個不合 這個社長就厲害了 想知道了 極端氣候你叫社長來說明 他會說得頭頭是道對不對 你叫古人他要怎麼說出 極端氣候四個字呢 以前可能也沒遇過這種 他沒辦法說 他只能利用圖文不符 來告訴你 這就是極端氣候啊 佩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你以為他畫錯圖 錯了 他是因為他無法去說明 這種氣候的一個意象 他的一個顛倒 他的一個讓你想不透的順序 他只好用圖文不符來形容 好 我跟大家講 他的意思就是說 秋冬的這個 接著就會來了 然後這個一個循環就過了 那今年就過去了 高下和苗 處處風 其實我們到時候 收成還算不錯 沒有風收 還算不錯 因為秋冬開始我們時時來運轉了 野外的收藏七折首 鄉中僅有八成峰 七八成 七八成 那也還OK 但是大家要開始 因為災難 戰畔離的災難已經過了 所以現在大家 所有的親戚朋友 兄弟們 你們要趕快去散後 所以你很難相見 你就是說太忙了 然後殘腹齊攘保勝龍 意思就是說到時候我們的收成 還算可以 所以縱觀所述 我們今年上半年很難過 但是根據春流圖的預言 我們的下半年可能還七七八八 算過得去 不過要小心的 就是那更大的天災 地震或者是海嘯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極端氣候 好 大陸今年真的是多災多難 剛剛我們提到了長江流域的洪水 現在已經造成了華南地區的大災難 有千萬人受災了 但是現在據說連黃河都不保了 要問一下正義老師 因為我們之前都講說長江黃河 其實是大陸的兩條水龍脈 如果兩條水龍脈都出現問題 這風水到底是怎麼了 風水裡面就是水跟山是夫婦 山是老公 水是老婆 所以山跟水之間就像我們人體 我們有骨架 還有我們有血管 那當我們血液循環正常的時候 這個代謝就是叫做和和 可是如果我們的血液循環不好 就像那個建了很多大壩 建超過量的時候 它就會影響整個龍脈 在跟天地感應的運行 比如說你結了這個 長江三峽這個水多 上面水積多 那原來應該要順暢的血液這樣子流 這條龍才會有體力 結果你這邊血液多 下面的水缺少 這個時候它板塊 它整個龍會為了要調節 它就會有氣候變遷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建水壩 我們要看它的這個水有沒有平均的分擔 如果太過了一個時期 它不只只有龍變洞 就是下面的地殼 剛才那個馬尼亞 中伯哥講的那個就是跟上面有關係 你不要以為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 它的板塊那麼就會有一個調節 然後甚至於天象又碰到庚子蓮 本來庚子蓮在過去裡面 就是六十甲子裡面 它都是在調整的蓮 那個庚就是庚換的庚 就是那個子是代表整個領導者 子五線就磁場 那麼也就是說在庚子蓮 其實它在過去裡面 從天象裡面星球的運動 它必須要做一個調整 就像我們年底 我們要有一個總算不一樣 那長江也就算了 黃河在2017年突然間變氫 我們以前讀歷史都知道黃河的水 是濁濁的 黃河本來是百分之 濁的時候幾乎一半都是含砂量 那結果在上上上個月五月 就是2020它又氫了 那黃河只要一氫就會有大事 為什麼 這古代這個三國的時候 就是李康講 黃河如果氫 聖人會生 為什麼會生聖人 就要有智慧的人出來解決 所以表示這個時候 會有很多麻煩在 所以聖人出不是好事 聖人出是前面是壞事 後面才有好事是不是 對 它出來解決 你總是人也要去調和 那我們看這個羅冠宗也曾經在這個冷宴 平山冷宴寫說 就是黃河本來是濁的 那因為世間的沉濁 世間太多這個不好的事情 那個在封城裡面有很多雜事 那我得黃河我得要清一下 來幫你們洗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天人會感應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他自然裡面他就要出現 就是有智慧的出來解決這個麻煩 所以有時候到這個時候在古代 黃帝他就會停下來說 我該不會改換一種想法 就是說你是不是要更換 那黃河最要命就是 中國共產黨其實它是從水起來的 黃河如果這個字呢 那麼上面呢 如果我們把中間的油拿掉 它是共產黨的共 所以黃河如果洪水就麻煩 水能在州換州 這長江是給一個警訊 那麼接下來黃河是主命脈 主命脈 那麼本來宇宙應該有一個 保護的蓋子 現在如果 沒了 它已經出道來了 也就是說黃河如果開始的話 你建了這個古銜大壩 其實要想一想 因為長江這個三峽大壩 已經給你麻煩了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推廢圖 我們先看九曲黃河水不黃 水不黃就是變青了 這個圖那麼是五個小孩 趕一頭牛 這在講什麼 這個1949年 這個中共成立 就是牛年 中華民國是在鼠年成立 他是在牛年成立 所以中間裡面有一個五個小孩 五個小孩趕一頭牛 就是五個領導人 最後有一個看不到臉的 就是現在的最後的一個領導 所以要看他了 他如果有智慧 就是我們講聖人粗 就是要有智慧來解決 因為你等於五個 最後一個要趕這一頭牛 這個牛就不分牛屬與牛羊 去毛存過 那麼這個上升牆 環中自有真榮出 九曲黃河水不清 去毛存過就是 不管老鼠羊 全部都沒有毛 但是我還有皮在 所以還有救的時候 要趕快救 所以這個要靠智慧 也就是說庚子年這一年 人類得需要用極高的智慧 天人合一的智慧 來面對這個氣候變遷 或者是地理變動 那麼這些都要人的智慧去轉機 現在真的是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習近平不只要煩惱的是洪災 還有疫情 武漢肺炎的疫情都還沒有解除 現在大陸怎麼又出現了 會傳染人的這個新型豬流感 很多人就在擔心說 這個豬瘟 會不會跟武漢肺炎一樣全球的蔓延 但我們講到豬瘟 豬瘟 在中國的歷史上 還真的有一個皇帝叫做豬瘟 而且他殺人 比病毒殺人還可怕 我跟你講這個豬瘟 跟那個非洲豬瘟 一樣令人討厭 你知道嗎 因為他殺人無數 而且這個豬瘟 說實在這個唐朝末年 這個豬瘟對不對 他其實就是一個七頭 一個混混 父親早死 在鄉底裡面沒得幹 就到處混 可是這個人真的運氣很好 他的上半生幾乎都是一帆風順 順風順水 為什麼 因為有一件事情 讓他改變他的一生的命運 那就是皇朝之亂 你也知道平常是 唐瘟那時候 不然七八糟 你平常是在做七頭對不對 沒有事情做 那個要打仗 當然這個時候 我就去從軍對不對 所以他加入 那個皇朝的那個 起義軍裡面之後 就在裡面 因為他成兄鬥很貫 而且那個時候真的亂賊 在打的時候 唐朝末年這個軍隊 也沒有什麼力氣 所以他竟然 一路這樣升官 升為大將 可是他後來發現說 這個皇朝不對 因為在皇朝後面的勢力 慢慢被攪平的時候 大家都來秦王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皇朝不對勁 這可能會輸 所以他竟然投靠唐軍 你知道 倒割到唐軍去 還帶了一堆人去 這是牆頭草 對 那個時候唐西宗 看到他這樣 覺得說 你改邪歸正 效忠於我 還不錯 還刺名叫什麼 朱全宗 全宗 你看 封他為什麼 宣武捷渡使 那時候捷渡使的 樊正哥軍那個光很大 還湧由重兵 可是你知道嗎 他後來他為了要立功 他覺得我一定要把皇 他皇朝是他的老長官 他現在就是拼命殺他 對不對 他那時候竟然在軍隊裡面 他告訴說 我的朱家軍 全部都要紋面 就像我們那個原住民 他前面一樣 要在臉上 那出征的時候 他就給紋面出去 用於辨識 你臉上只要有這個標誌的 自己人 對 所以後來他還實施一個 叫什麼 拔隊斬 他怎麼治軍 這個拔隊斬是怎樣 就是我這個軍隊 出去之後 你一定要對你的將軍 要適時保衛他 不能將軍死 是 你將軍如果被對方斬了對不對 你這整個 整個隊伍裡面的官兵 全部都要殺掉 所以大家也走到要死 再怎麼樣的話 這個將軍要保護好 將軍保護好 說真的 那個軍令 軍齊掉不倒的話 一定都會贏 果然被他平定了皇朝之亂 那平定皇朝之亂 他變成一個 宣武絕渡使 也是一個凡政 對不對 那凡政之後 後來有一個太監 叫做韓全會 他就綁架了唐昭宗 就類似甲天子 以令諸侯這樣 那個時候大家講 朱恩趕快來秦王 你不是要權宗嗎 對不對 所以他就跑去秦王之後 果然把韓全會 換官一百多個全部都殺掉 那殺掉之後 人家他旁邊 就有很多謀式 有一個謀式叫做李政 這個李政 說難聽一點 那也是跟他家裡在七土 什麼謀式 就是以前一起混的 對不對 那因為他講 講說 你現在身旺比唐昭宗 還要有名 對不對 要更服眾旺 你乾脆自己當皇帝 要被創位 他剛開始覺得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突然間殺掉不大好 可是他殺掉唐昭宗之後 他就立了一個叫做 唐哀帝 你就是說 傀儡皇帝 對對對 傀儡 可是後來人家 你整齊都自己做皇帝 又立ID 後來他連ID也殺了 殺了就很多 朝臣就覺得說 不行喔 你這樣士軍喔 怎樣 就開始群舉會抗議 他那時候一火大說 你說什麼 有的沒有的 這麼多人 廢話那麼多 他就開始把這些人 所謂的滿朝官員 三十幾個人全部都殺死 還丟到黃河裡面 這史上叫做白馬之禍 是 那可是你說這個朱恩 做了這麼多壞事 殺了這麼多人 更誇張的是什麼事情 因為他那個長年 都在外面打仗 我就跟你說 截肚死都要去受罪 對不對 他有七個兒子 七個兒子 全部派到外面去長年徵戰 對不對 那兒媳婦在家裡面 毒手空虧對不對 是 反正閒著也是閒著 這個朱恩竟然夭壽 叫這些兒媳婦來侍 你知道嗎 他自己都有什麼 對 還找兒媳婦來 他兒媳婦都來侍 他決定傳位給他的養子 叫做朱友文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傳位給他 你聽到理由你會昏倒 因為朱友文的老婆最漂亮 你聽到會起死了嗎 所以他一聽到這個之後 他的親生兒子朱友歸 就排第二的有沒有 一火大公 怎麼有這種老婆 困兒媳婦也就算了 多萬倫 媳婦最漂亮的 要把王位傳給他 所以他就乾脆的 把他父親殺掉 是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他最後的結局 被他的親生兒子殺掉 不過我們講說朱溫對不對 對 台灣六歸 高雄六歸有一間廟 叫做朱天公 是 這間廟就很神奇了 他本來是拜五府千歲的四王 對 朱淑玉 也是朱 朱府王爺 可是你看這間廟就 詭異詭異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的大門口 不是像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是獅子 對啊 也不是 石獅子不是 他是一堆金 一堆金珠 金珠鎮守大門 你知道 後來人家就覺得很奇怪 更誇張的是裡面 除了我剛剛講說 朱府千歲之外 對 他裡面竟然還公奉的一個 由朱用那個線 把一個朱骨頭 一隻完整的山豬的骨頭 竄起來的一個 一個朱的骨頭的骨骸 你知道 拿這個來拜 你知道 為什麼 他就覺得很奇怪 就問一下他的那個 那個管理人叫許慶全 他就告訴你說 其實幾年前 他養了一頭朱 因為他幫忙養山豬 山豬要去賣 他養了一頭朱 那頭朱就是五爪朱 我們講說五爪朱 因為朱叫藕蹄類 對 你如果五爪 五個蹄 是基數的對不對 人家就講說 這個朱是人 投胎的 所以這種朱通常 人都不敢吃 不敢殺 也不敢殺 快點 放在山上 放山豬這樣 讓他自生自滅 為什麼 因為人投胎 你怎麼敢吃 他當初就養了一隻 這種五爪朱 可是這隻五爪朱 又跟其他豬不一樣 這隻五爪朱有靈性的 他要吃炸的麥片 要喝那個 留下來的那個 山泉的露水 連水都講 要講 品質很好的對不對 而且這隻豬 還能夠用他的爪子 那個蹄 爬飯來吃 而且你跟他講什麼 他好像都聽得懂 所以那個 這個許清泉 不敢把他丟掉 不敢變方山豬 還把他養到終老 是 終老之後把他埋在 那個大牌裡面 可是他自從埋了之後 他老婆一天到晚就被託夢 你知道嗎 這隻豬 他死去這隻豬 就早來跟他媽託夢說 他其實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你說豬瘟 後梁太祖豬瘟 他說他就是因為殺太多人 所以他一直在畜生道裡面 出不來 那現在他已經洗清他的罪孽了 對不對 他希望說你們能不能幫他 把他供奉起來 讓他有可以報答人的機會 對不對 所以後來自從他們 就把骨頭挖出來 弄成這樣 在那邊供奉之後 他老婆很厲害 這個許慶泉他老婆 竟然也會通靈 也會算命 也會幫人家治病這樣 變成豬衛機身 對 他就變成說 怎麼這麼奇怪 後來你知道嗎 他幫他刁金身 檢骨刁金身之後 他們家的廟 竟然你還去求 那個名牌 還會中 所以後來人家就講說 可能這個豬瘟 在上幾個輩子之前 對不對 他已經做了那麼多壞事 他現在果然改邪歸正 那你現在已經可以把它 變成金身公奉的話 好 好 好